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溶洞指的是由雨水或地下水 溶解侵蝕石灰岩层所形成的空洞 它又被称为中雨洞、石灰岩洞 世界上最大的溶洞 位于中国湖北里村的藤龙洞 由罕洞和水洞两大洞月组成 铜龙洞洞口高74米、阔64米 长52.8公里 洞月总面积达到156平方公里 洞中有山、山中有洞 基本上洞月之间都会相连 但是洞里面有很多暗流 若隐若燕 水里面还有鱼虾游泳 这个在其他溶洞里面很罕见 最近关于溶洞的新闻 就不得不提到 2018年泰国北部青莱府的少年足球队 野猪队 12名少年和教练 因为瑞美人洞遭到暴雨灌入 而受困动入面 为了寻找失踪的13人 在两个星期内 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志愿者 都投入救援 其中不乏军警人员 潜水专家 医疗人员 工程公司 救援团队等等 来到救援工作中协助 或提供援助 最终13人全数救出 被誉为奇迹 但是其中一个自愿参加行动的退伍官兵 就因为救援的时候 自身氧气瓶全量不足 而予力死亡 成为这一场悲剧的唯一一名牺牲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